陕西,一个古老的省份,古有大秦,省唐等等朝代在此,真是一个颇有历史气息的省份,在陕西的一个小村子里,一个村民拿出了一把刀,关于这把刀,从小都有记忆,那时候他的父亲就经常地教导他,这把刀是一个皇帝寄存在这的,因为保护这把刀,自己和爷爷都受过伤,小时候他还不太在意这些,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。 这把刀,他开始有了新的认识,父亲说这把刀是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用过的刀,被称为闯王大刀,这个时候你就好奇了,为什么这大顺皇帝的刀会在一个普通人的家里呢?谁能证明这是李自成用过的,就因为他的爷爷曾经舍命护刀,当然他这样说也是有一定的一句的,并不是随口说说。 根据相关的记载,清朝康熙年间这里就有一座庙,叫做祭刀庙,这里就有一把宝刀。 重振十六年,李自成带着大军回西安的时候,当地村民十分欢迎李自成,给他们提供粮草还有株的地方,李自成也是十分的感激, 就把自己的刀,既存在这个庙里,有一首民谣一直流传现在帝王大圣关帝庙,昔日闯王刘宝刀,一对旗杆白扬照,两个青狮称英豪。 这把刀也许还真是闯王李自成的宝刀,他拿着这把宝刀,给其他人讲述这以前的故事。 后来各种原因,自己的爷爷负责守护这把刀,当时有人来威胁他交出刀,为此还受了伤,他说完,眼睛看着这把刀,不禁眼泪流出,现在想交给国家。